台湾地区挣扎6年有余的镇海计划迟迟没有推进 有台湾智库爆料称 台湾海军将暂时搁置4500吨级的新一代护卫舰建造计划 并建造2000至2500吨级的轻型巡防舰8艘取而代之 以快速形成及战力 而代号镇海计划的新一代导弹护卫舰原型舰 整个建造计划可能往后挪 构型也可能改变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让台湾海军引进期盼 如今却面临被树枝高格的镇海计划 镇海计划又称新一代导弹巡防舰 为台湾地区海军执行的12项造舰计划项目之一 原定2018年开工建造一艘原型舰 建造期两至三年 后续建造五艘 但应该舰设计将搭配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 与美国技术移转合作的垂直发射系统整合的 训练计划建筑落后 造舰计划不断顺延 新一代导弹巡防舰完工后 将依序取代海军老舅的济阳级巡防舰 成功级巡防舰 康定级巡防舰 成为海军新一代中间一级主作战舰艇 而海军也将另外发展使用 与新一代巡防舰相同舰体的多功能人员运输舰 代号训能计划 中国台湾海军的国舰国造项目 于2016年正式执行 项目包括新型两栖船无运输舰 多功能人员运输舰 高效能舰艇后续量产案 潜艇国造案 两栖直升机船无运输舰 新一代导弹巡防舰 新型救难舰 快速步雷艇 新型海洋测量舰 新一代主战舰 新式港亲托船 和陆战队特战装备 其中也包括用来替代成功级 康定级的新一代导弹巡防舰 镇海计划也列出了 对新一代寻弹舰的技术要求 7级风力下可执行任务 10级风力下安全航行 在100级横峰 三舱破损情况下 仍维持一定稳度 据装载与执行多功能任务某种能力 自动化船用科技 降低操作人力需求 据低雷达截面积 低红外线 低噪音 2017年海军敦目舰队 开放参观时公布的资料显示 新一代寻弹舰体 粗估为长135米 宽15米 吃水5米 排水量4500吨 航速28节 续航力4500海里 采用与多功能人员运输舰相同的舰体设计 并可依实际情况 将排水量提升至5200至6200吨左右 射控装置为STIR照明雷达 侦搜系统由相控制内雷达 旋转式三维对空搜索雷达 平面搜索即导航雷达 电子反制系统组成 武器装备有 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 三座八连装MK41垂直发射系统 海舰2型防空导弹 两座四连装倾斜发射箱 雄风2型和雄风3型反舰导弹 一座MK15方阵近排5G系统 或一座海舰0导弹系统 两座遥控机炮塔 可搭架一架S70反潜直升机 2017年8月17日至19日 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 海军船舶设计中心 公布了一款新一代巡防舰的模型 外星与荷兰皇家海军七省级巡防舰相似 2017年8月29日 国防部海军司令部广告 新一代导弹巡防舰合约设计 由船舶暨海洋产业研发中心得标 2018年5月7日 新一代导弹巡防舰 从原构想4500吨 调整到5500吨的船体设计 随海军初步计算 可完全容纳中科院训联舰用作战系统 据指出 中科院研制 舰载式 箱列雷达 体积与重量都比欧美系统要大了一些 世界各国设计现役 具有神盾系统的导弹巡防舰 多在6000吨以上 中科院强烈建议 新一代巡防舰吨位提升至6200吨 以确保有足够空间 来容纳所有作战系统与装备 巡连舰用战斗系统设计的整体规划 是以开放式指管系统为核心 依各项作战任务之不同 结合特定武器 侦搜装备与通信设备 即可组成作战舰艇所需的战斗系统 开放式指管系统作为管制决策中心 整合侦搜力与打击力 成为完整的攻击防御载台 并整合自通力与数据库 执行联合作战 因此系统所需要空间 也比旧型舰用作战系统增加 2018年 台湾国防部 108年度国防预算 编列新台币245亿 进行第二阶段原型舰筹舰 2020年4月3日 海军曾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立法委员说明 因新一代导弹巡防舰 卸军段由中科院执行的训练专案 引发进度延迟 要展延一年 预定在2020年完成海上测评 成果若符合海军作战需求 才会办理全案委制协议书 签署作业 而新一代导弹巡防舰原型舰建造案 执行进度仅2.58% 官员也表示 中科院执行的训练专案成果不如预期 为了不让其影响新一代导弹巡防舰的建造进度 海军已被托各项备案 除改以一般巡防舰的标准来建造 但中科院完成并符合海军需求 在建新一代导弹巡防艇之外 若中科院无法做出标准规格 不排除将直接向国外采购军舰先进系统 由于中科院负责的向为阵列雷达性能迟迟未达所要求的规格 海军修改阵海计划时程 延后到预计2022年开始建造首舰 2020年 台湾国际造船在法人说明会中 说明修改后的阵海计划规格及计划期程 台湾国际造船发表的示意图显示 与先前公开展示的规格有若干变化 如垂直发射系统 由四组八单元减为三组八单元 并采用品字型配置 2020年12月 台湾参与人员向媒体表示 镇海计划的战斗管理系统 雷达 反潜 电子战 通信资料链等项目 对外仿商概况和镇海计划战斗系统规格 其战斗管理系统整合了主动向为阵列雷达 射控系统 导航雷达 资料链路 电子战系统 反潜系统 航行控制 通信系统 以及防空导弹等武器系统 厂商依其自身经验规划合适的方案 镇海计划原定要在2020年开工 2026年完成原型建策评 但实际进程已延宕 在2021年12月29日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审议2022年度国防预算时 对于立法委员关切延宕的 新一代非弹巡防建案 海军参谋长蒋正国表示 新巡防建案并没有喊停 只因部分科研案项目需要再精进 以及部分装备需要确认 导致计划延宕 蒋正国强调 巡防建原型案件还在评估 海军会按照国军建案投资规定办理 希望明年能做定案 此时构性还在评估没有定案 中科院院长张忠诚则表示 新一代巡防建战系的科研案之所以延宕 是因为中科院对美国采购 MK41垂直发射系统进度延迟一年 因此全案延后一年 然而所研发的战斗管理系统 3D被动式向位阵列雷达都已全部完成 对于外传所谓向列雷达体积过大 张忠诚表示中科院已多次澄清 此型雷达最初是针对近岸巡防舰来做的 没有过大 符合规格 海军已经将之装到舰上 即高雄号试验舰 并与美国战系勾连运用 进度并没有延误 张忠诚也表示 中科院已经写了主动向位阵列雷达研发案 准备开始执行 海军有需求 中科院会努力达成 海军认为有些地方还要再精进 中科院会加紧脚步建岸雷座 由此看来 在大型研发案执行时 相当近会执行中途 大幅更改技术指标 尤其是好高勿远的 纳入先前技术储备不足的项目 这只会让研发周期大幅增加 获得气成脱长 影响建军与作战规划 同时使项目成本水涨船高 震海计划是否会被数值高阁 为建造轻型巡防建防案所取代 希望能在今年有所定案 让我们一起持续关注 本期关于震海计划的介绍 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 又能浏览网期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